醋是開門七件事之一 你又怎可以不懂什麼醋打什麼醋呢? 中國有四大名醋 由清代流傳到今日 分別就是山西老陳醋 浙江老醋 福建永春老醋 和四川保齡醋 有天下第一醋之稱的山西老陳醋 絕對是中國陳醋的代表 它產於山西省太原市清徐縣 已經有三千多年歷史 顏色呈紅棕、虎柏和黑紫色 味道以棉、酸、甜、醇、口為主 試一點,已經可以回味很久了 其次是鎮江香醋 是米醋的代表 特別之處是酸而不潔 香而微甜 色濃味香,越醇越醇 比其他醋多了一種獨特的香氣 放得越久就會越醇 福建永春老醋 色澤中黑 唇香爽口 酸中油大甘 可以放很長時間 不僅用來調味 醫感冒也有幫助 為了達到最好的發酵效果 它們至今仍然用石頭瓷發酵 最後就是四川保齡醋 它是藥醋的代表 亦是四大名醋之中唯一的藥醋 用了多種名貴的中藥材 和重華古井的泉水而製成 有殺菌、降血壓、增加食肉等等的療效 各位好家